香港左頓上海街 一家四川辣妹子川菜館 近期熱鬧開張 黑暴以及疫情的影響下 餐飲也經營慘淡 但這家餐館卻過令開業 被大家笑稱為逆世奇葩 老闆陳耀雄說 香港國安法頒布後 社會進行恢復瓶頸 這給了自己很大的信心 相信生意會越來越好 六七年前 阿耀和妻子在深水埗 開了四川辣妹子川菜館 細心經營之下 生意一直很紅火 但不曾想 2019年修例風波發生後 因為阿耀在網路上 發表支持警察的言論 餐館受到了 激進示威者的惡意報復 去政府部門投訴 還有在網上 又說我那些東西很難吃 之後有人扔汽油彈進來 你扔了兩個汽油彈進來 幸好不穿 動盪的社會環境之下 市民外出就餐減少 再加上暴徒的不斷騷擾 川菜館的生意一下子下跌了一半 這雖讓阿耀覺得揪心 但他卻並不後悔 有熱心的市民知道阿耀的情況後提出要為他捐款 但阿耀拒絕了 他覺得靠自己的力量日子還算過得去 亦有許多市民專程來到川菜館為他點贊 我很感激你們去那麼辛苦做事 你們要小心啊 小心工作啊 時刻落意不絕 一時間四川辣妹子變成了汇聚正能量的基地 當香港國安法立法的消息傳來 阿耀更是覺得興奮 他決定將店舖搬遷面積擴充至300平方米 重新裝修過後 五星紅旗成為店裡最亮麗的裝飾 中國畢生的霓虹燈閃耀 阿耀說自己真的很幸運 疫情以下我們算是很幸運的一間店舖來的 因為很多人都光顧我們 社會氣氛一定會好的 因為有國安法保障之下 我們香港很多人都覺得我們國家真是有能力 去令到我們可以回復平靜 其實我一向都相信國家的能力